《健康》 我们现在的人对健康注重了 如果逐个看 稍后我再讲一下三高的情况 如果我怀疑脑子不知道有没有K型血管 有没有能预先去做点查 或者做什么的方式可以预防 或者预先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 去保住自己的生命 其实这是第一件事 很多时候有没有天生 我们很多时候会看看有没有家族史 有些人如果有家族史的时候 我们倾向就可能会帮病人做些检查 其实很多时候去管局的时候 很多时候病人是没有病征 他又不会有头痛、不会有头云 很多时候是一般我们检查 身体普查才会发现 如果病人真的有这样的怀疑 甚至乎有家族史 很多人很年轻已经有出血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安排他做一个磁力共振 或者电脑掃描的血管造影 在血管造影里面 我们可以看里面有没有不正常的血管 或者有没有一些K型的血管 以前的年代就少做一点 为什么呢 第一件事这些先进的检查又不是那么多 第二件事就是以前科技没有那么先进 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一个正常的病人 其实做一个磁力共振 其实也大致有1%的病人 会找到不同程度的血管坡 或者血管基型的情况 但很多时候这些血管坡 其实是没有病征的 所以就算在治疗之后 也只有大家不需要 一定好像自己吓自己 那样死了 会不会随时爆破 其实很多时候看回血管坡的位置 大小 那个形状 而从而判断出血风险是否高 所以如果真的做这些检查 第一件事要问医生有没有需要 不是说那个病人就说 我当身体检查 当可以做一个普通验血或心电图 不是很随便去做 看有没有需要 第二件事要做出来了 要看回血管坡的情况 可能是尺寸、大小、位置和形状 一个简单的比喻 如果血管坡是很平密的 少少轻微在血管壁凸出来 跟一个好像蘑菇状的血管坡 穿刺的机会差很远 如果一个蘑菇状像一个气球 其实它在某一个位置已经很弱了 爆破风险会高很多 还有现今也有很多新的科技 以前的年代很旧的时候 逢身处理血管坡 也可能需要做一些开脑的手术 然后用一个钳 将不正常的血管坡 就钳制了它 到后期开始有些导线的手术 可以通波仔 在大腿或手腕 放一些金属线 去到血管坡里面堵塞它 但现在一些新的科技 如果血管坡很小 完全没有病症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支架式的手术 支架式的手术 即是做一个支架 保护着弱的血管坡 从而阻隔了血流 可以减低出血液性的机会很多 还有很多研究都发觉 这个支架式的手术 风险比之前所提及的低很多 所以现在很多次 我们的情况是 如果看到血管坡相当于大的 病人比较年轻的 或者形状比较高危一些的 很多次都会做一些导管的手术 然后放个支架去帮病人 即是包住外面 还是抹住内面 在内面 在血管里面 保护着血液 让它通得好一点 经过不到药的位置 从而可以减少血流到药的位置 减低出血的机会 自从有些新的手术 我们对于一些小的血管坡 也有一个新的方法去处理 其实一般病人 如果发现了有这些血管坡 或者一些变形的情况之下 其实他自己生活上 习惯没什么可以做 都是要去对症下药 找医生去做一些相关的 当然血压节管理也很重要 如果病人本身有血管坡 因为如果血压高的时候 会加速血管坡会大了 甚至会穿破的情况 一定要看病人 会不会同时有高血压的问题 如果病人同时有高血压的问题 就一定要被一些药物去处理 尽量控制血压正常的范围 这是很重要的 血压这个问题挺有趣的 当然正常三高的測度相对偏高 但血压就是激气、激气、激气 或者做运动也会有血压高 这些人都会走着楼梯 也会喘 其实这个血压高 跟一般所谓的三高血压高的分别在哪里 其实我们想说血压高一定是病人静止下来 平时度血压的情况 如果最新你说在美国心脏学会的指引 我们如果说一个病人 年轻的大约血压 一定要维持在140、90的流下 年长一点的 我们可能放宽到 上限可以降到150、90 所以就一定是等于平时的病人静止下来 就不是做完运动之后 一个正常人平时的血压不高 跑完步 血压也会偏高 但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 就不是一个病态的情况 譬如那人发现他自己的血管有些异常 就是在显影等方面 他平时又没有什么病症 就像李医生说 其实他是否应该不做运动呢 他可能平时也不是三高 血压不高 但他做运动会爆血管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件事 如果发现我又很害怕爆血管 我是否应该不做运动还是做运动呢 这个迷思 如果正常一个病人 他不是已知有血管波的问题 不是已知有基源血管的问题 多数运动绝对有益 因为多数运动 其实可以令到我们血管的弹性增强 从而可以令到我们平时静止来 长久性的血压都会有某程度上降低 对于血管健康是一个很重要 所以绝对适量的运动是很适宜的 但如果病人已知有一个很大的血管波 是一些基源血管 那太劇烈的运动真的要小心 因为当你做运动的时候 血压召升的时候 很容易会引致穿破的情况 不过如果病人本身已经有一个很大的血管波 例如在脑子 其实这些都可能绝对需要做一些手术去处理 避免它突然间穿破 引致一些严重的情况 刚才医生说 你跟我说我们都要適量运动 不要过剧 这个字我们经常都听到 是什么叫过剧 是否用心跳标去量 因为很流行的 带着手腕也有 带着做运动 也会带着心脏 测着心跳 是否用心跳可以看到是否过量 那个运动 心跳就是其中一个可以评估的指数 我们看回我们不同年纪 都有一个所谓最高的心跳的速率 当做运动的时候 通常我们就希望维持在最高出率的 大约八成 或者在以下就会比较安全 如果太剧烈的时候 短暂就会有问题 如果长久性做得太过 在最尽的范围 可能对于身体来说 就会负荷太重了 明白